光买解决不了品味问题 对吧 因为还是你这个整个人 一气贯通的这个人 是个什么人 但是为什么我说他有焦虑呢 他有迫切的希望 别人觉得自己啊 有品味 有品味 有文化 那他靠什么东西呢 他只能说啊 你像这个拍卖场上 你说那个贵 你说那个贵 你像我过去听你们说的 拍卖场上有那种 有那种人叫大你一口 这大你一口就是 你喊什么我就大你一口 你喊什么我大你一口 交不交钱以后再说 对吧 我大你一口 你看他宣誓身份 他找到这种自豪 实际上真正呢 我现在觉得 女孩子都比较注重打扮 但是你知道现在 真是这个女性的声音呢 慢慢起来了 我现在发现有些啊 女性主义者啊 说的我们也挺颓 就是说 整天你们要求女人 怎么样的会打扮 或者这个以貌取人 看看你们这些直男癌 你们整天舔着个肚子 满脸油汗 你们是什么品味 所以在网上也出来 这么一组照片 被称为叫什么 直男癌的low low审美 你可以看看 这是典型势力之一 就是挂一腰的钥匙串 我上中学的时候 这是权力的象征 这是管家的象征 你看你再看下边 金的皮带扣 你再看下边 就是穿梁鞋 穿袜子 穿梁鞋穿袜子 这个力领 有时候家会也这么穿 我从不这样 干这样子 相比之下呢 我好像觉得呢 你比如说 我跟你讲 你像我这个大陆 这个北方人 我自己就感觉 我跟他们实际 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说 我只是做节目 讲究一点 实际上 就像你说的 平常生活里 你知道吗 这夏天 我就一大裤衩子 踏了板 就是我实际上 是个操人 你们实际上 是个粗人 但是后来 所以我们那个 徐子冬老师 徐子冬老师 有句话很有意思 他就说 他说穿衣服 也是对身体的 一种管制 管制 他说 他当年到香港 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他说香港的小孩 不穿开裆裤 我们小时候 都穿开裆裤 他说你看 我们就穿开裆裤 他会孕育出 一种什么样的调调 对吧 就是他比较随性 他比较随性 其实我觉得 我回应 我觉得杨老师 讲的那个气息 真的是太对了 我最近呢 因为往返北京 跟香港 我等于就是一半 一半一半时间 两边住 我在香港住了14年 我刚搬到北京 去的时候呢 就由于刚刚去 真的是格格不入 为什么 大家约吃饭 一帮90年代的模特儿 约吃饭 那我就觉得 要跟老朋友相见 就是 真的是轻描淡写的 画了一点点妆 去到现场之后 我也是T恤 牛仔裤 去到现场之后 人家干嘛 你刚录完影啊 没有 我啥也没做 我只是觉得 因为我很高兴 要来跟你们吃饭了 所以我就画了点小妆 我说对对对 刚录完影 但事实上我没有 结果我就知道了 原来以后跟我这些朋友们 还有生活中的一些朋友们 我绝对不能化妆 因为你一化妆 人家就觉得 太正式了 有意的 刻意的 对 你太妆了吧 你干嘛呀你 然后所以你一干嘛 人家就说 你今天穿裙子 你是去录像了吧你 所以我不知道 就是说有那么一帮人 但是也有一帮人 就是即便他去倒垃圾 他还在踩高跟鞋 浓妆艳魔 也有那么样一帮人 但那个可能比较不是 我的生活圈里面的 然后最近我回来香港之后 我就又是聚一帮90年代的 这些模特儿碰面 我一去我就基本歇菜 我真的就觉得 我是一个朝阳大妈 我真不骗你 就是说他们就是每 我跟你讲 我们那个年代的模特儿 我觉得很厉害 就是每一个人的状态 都保持得特别的好 状态特别好 状态好之外 还有那个气息 人家就是也是轻描淡写的 一点点小淡妆 我就觉得 我那气息上哪儿去了 都播撒在朝阳区 实际上 广美说这个 跟刚才文涛你说这个 比如说衣服是约束人的 中国人喜欢玉 刚才讲了说玉的感觉 我们有一个古词 叫环配叮当 环配什么概念 就是你穿在身上的时候 或者是佩戴在身上的时候 要约束你的举止 你走路的时候 是要有方向的 否则的话会把玉碰得很响 或者会把玉碰碎 实际上它就是 特定约束你走路的品位 举止的方向 头得端正 身子不能乱摆 所以这个来讲 在古代都有 就是整个的 我们这个品位 实际上它就是 生活长期惯性 实际上品位的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三个口为品 很多人说这件事 就是品 品有很多种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所谓大家所得认可 所谓大家 还是圈子 其实是有圈圈的 所以像我们回看维多利亚年代也好 巴黎说当时所谓友贤阶级 资产阶级出来 取代贵族的品位的时候 居然会有一句话 用中产阶级的 跟资产阶级的品位圈形成的时候 居然是瞧不起贵族的品位的 我们一直经常说 真贵族 感觉是好的东西 他们是瞧不起的 骂人的时候会说 这个人的品位蛮贵族的 蛮贵族的 装 须 用普通话可能是高大空等等 那个自为了不起 我们新的资产阶级 我们这个东西 里面还有召唤价值的 我们的这个东西 那个手表 这个拐杖 除了说有品位以外 还可以卖的 还可以保值的 对贵族来说 这个不重要 我一辈子不可能卖这样东西 对于新的城市的 巴黎的资产阶级 是要卖的 所以他们那种圈圈 对 嘉辉说的这个圈子 就是规矩 在这个圈子之内 大家是同类 但是这个品位 跟真为有没有关系 你比如说 我为什么讲这个事 你比方说 好比我买个房子 我当时 你这要费了多大的劲 就是我也很同情那家人 我买的是个二手房 房子是特别好 完全满足我的需要 我唯一犹豫的 就是说 它整个这个欧式的 所谓的这个欧洲的这个装修 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房顶啊 金的 不光是金的 他房顶拿木头镶起来了 一个一个格子 然后 这大个水晶大吊灯 就在我的头顶 然后 所有的墙都是贴着花墙纸 哎呦 我的天哪 我就觉得这个房子 怎么那么闹啊 对吗 怎么那么闹啊 我说 最后我下决心买下来 买下来 我又花了 跟他同样这个装修的这些钱 其实我才发现 他这些假欧洲啊 真正花不了多少钱 不是 花同样多的钱 干了个什么呢 回到售楼标准 四百落地 这可能是我的个人爱好 就是全拆了 全剥了 就这么弄 然后呢 你看 很有意思 就是 这个里边反映 这个中国的很多问题 就是我找的这个装修队啊 是一个艺术家介绍给我的 哎 他就等于说这个装修师傅呢 受过这个艺术家的训练 有美术训练 所以他非常讲究精确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把这个把他们全扒了皮 给我回到四百落地 他来给我表工啊 那意思就是说他收的钱少 他说你知道吗 我这个墙啊 从这头到那头给你找平 我给你没了地有半尺厚的腻子 这说明我们这个楼啊 甭管欧式建筑 什么建筑 实际上墙都是歪的 他说 什么叫高档 他说你现在看 我给你这个墙面 没有那个阴影 就墙是 就齐平的 标平的 所以他说 他们贴花墙纸 他们搞的这一个 实际上你就看不出来 歪了 这个建筑本身 这个墙都是歪的 这个都不是平行的 这些线 那师傅介绍给我吧 我们家师傅 那个毛平房来 他直接给我摁一三甲板 直接摁上去 他不给你找平 不弄逆子 他就说你这墙不平 我给你摁一层那个 我说你每一道墙 摁了这么厚的板子进去之后 也就是说我们家 原本可能是2000尺的房子 被你一摁完之后 剩下1800尺 这个很精确 加壁桥 可以藏人 对啊 走廊本来这么宽 忽然变这么宽了 就是为什么 后来我就明白了 我也不能说 瞧不起什么欧式 欧式有什么不好呢 我后来去欧洲 你看凡尔赛宫 你确实 所以那为什么你看 我们会觉得 中国人现在装修都喜欢欧式 但是为什么我看 我买那欧式 我就觉得那么彩呢 就是 这个实际上呢 我还真是观察过 您说这个欧式是什么造成的 我们现在近几年好多了 早几年有很多所谓国外的名字品牌的这些家具 包括装修 它主要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石膏 一个很漂亮的凳子 它实际上就是拿石膏糊的 然后给你刷漆 它给你看到的欧式是不一样的 它只有一个皮 就外边那层甲皮 里边全是糊的 你拿脚一踹倒那个凳子里边全部是那个 就相当于你买了个凳子 它不是木头的 它是拿石膏做的 这就跟现在咱们盖的很多那个新庙一样 你看也是那个大屋顶 也是那个斗拱 但是都是水泥弄 它拿水泥倒磨的 这算水泥雕塑 就算它弄得再好 假如还是一种用这个字 气用气用 就是说你还要看谁跟你一块用 听说内地有些城市 好像装潢成变成欧洲城 不是吗 那房子全貌叫山手镇 甚至那个大门都请了一些养鬼子 假装戴着高帽子 骑着白马在守卫 可是你住在里面走到那边 你看到一些距离 不是那个格调 有些是很好的 品味着我们非常敬仰 可是好多你又觉得还是拿着一个 一个很贵的包去买鱼 去买菜 倒过来我说一些 可能有人觉得非常不舒服的话 就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日本 不仅是香港 内地好多朋友 对 很多朋友 因为我们都明白 同样的景观 有时候我走到香港 觉得有些景观 我们眯起眼睛看也蛮不错的 某些街道 日本等等 可是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 你就感觉 让你整个整体感不一样 气势不一样 去了日本 不管走在哪里 对不对 基本上你看到 用来这里出路的人 然后他的仪太 刚说到有没有化妆 日本女人喜欢化妆 老太太也化妆什么什么 基本上打扮是一种礼帽 假如我们再说到品味 就是一种礼 礼帽 对 它肯定是一种礼帽 甚至说要东西礼 不管开档库什么 那它里面有一个礼的要求 对于行为举止的标准的要求 所以去日本你知道 不仅是享用那种品味 不仅是买那种品味 也当买那种想象 把那个东西买回家 去日本的快乐在于说 我能够看到一群这样的人 使用那个东西 用擦炉持份的身份 跟仪太来使用 对 这个很重要 非常重要 就是场景境遇 和它所有的环节 我觉得讲品味这个事情 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你的生长的环境 你的家庭的经济条件 允不允许你 你还有没有那个时间 去研究这些东西 还有你的圈子 是不是对的 就像这个 我刚才杨老师 把这放我面前 我真的心惊胆战的 我好想进这个圈子 但我咋看也没看懂 就是我觉得圈子真的 是 没有 光美你说公平也行 不公平也行 不公平 这绝对公平不了的 因为当你说 我一开始说 你也住过一百尺 你也住过一百尺 那现在住两千尺 中间的过程 你要付出什么呢 比方说你刚说 我也想进这个圈 可是我没看懂 问题是 假如你要的话 你可以学 比方说 我不会说 我比方说 一个人走过来说 我看不懂 只知道跪 我想进我不懂 可是不懂的话 我会跟他讲 小朋友 你每天把看韩剧的那三个钟头 看点书 了解 器物的美学 了解这个那个 不用三年 不用两年 一年 或甚至半年 你就懂了 你要懂领略了 慢慢再来就行了 那周界一点来说 是公道的 你要不要 把你看韩剧的那三个小时 花在这里 去acquire 但我们讲的品味 英文有个字很好的 说品味是什么样的taste 或者说文化 是acquire的 取得的 你要付出的 要去学习 要取得的 不是我们坐下来说 你有钱就有品味 你生下来就有品味 没有这些回事 那你凭什么说 我们看韩剧的品味就是不好 你这样想多了 你这样想多了 想太多了 我现在是说那个选择 你要把时间花在哪里 它是这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 刚才广美提到了 铸一百尺的问题 就是说 在今天社会里更大多数的 比如说年轻人 我没有什么钱 甚至我也没有什么时间 对吧 谋生就占据了 这个就权力挣扎了 对吧 那么品味这件事 在我身上怎么说呢 实际上这个倒过来 咱们就说这个一百尺 真有意思 我前一段时间也看过 几个这个网上的新闻 就比如说有年轻人 夫妇两个人 到陕西的中南山去住 两万块钱 他把屋子布置得非常典雅 实际上我认为 品味在很多时候呢 他不是说一定要拿 某种东西量化 而是你找到一个新安的地方 我可能这个房子是旧房子 我夫妻两个人把它整理一下 干干净净 非常整洁 和我心爱的人住在里面 就满足了刚才嘉惠说的要求 和什么人在什么境遇 旁边全部是群山 那个是不用花钱买的 全部是这个苍翠绿色的植被 不用买的 到了冬天是白血挨挨 也不用买 但是他同样是品味 所以穿开档裤也是 也是品味 也是品味 很高的品味 但是像这个年龄就不能穿了 广场舞也是品味 那当然 我一直替他们变酷的 他用大妈美学 真的被妖魔化了 我经常跟批评大妈的 一些特别香港的年轻朋友说 我说你期待怎么样 假如在你眼中 这些是中老年的妇女 你期待她们是不是不跳广场舞 每天在家看韩剧 去打麻将打小孩 去偷看老公手机电脑 那更有品味 更健康 再会体验很深 那他与其这样 他们打扮的漂亮亮亮健康 然后去广场舞 大家展现他们活力 偶尔好像听说 还搞点外遇 这样当然不好 不道德 很多时候是丧偶老人 在广场舞上 就又结心欢了 没错 我觉得凭什么呢 凭什么你就说 那个完全服侍了 大妈美学 当然大妈 两个字已经是一个标签 所以你看 就是大妈 广场舞这个事 他们的这个争议 就很显然的反映了 我们刚才说的 圈子和圈子之间的对立 对 比方说很多年轻人 他瞧不上你们的广场舞 他不喜欢 他很大 你比如说 如果我 我假想一个 如果是一帮这个大爷大妈 在这个体育场里 他跳这个拉丁舞 可能很多人就会看见 哎呀真有范 热情洋溢 真有范 有他认同的 但是呢 好多年轻人可是说 穿的那个红配绿 对吧 唱着那些个歌啊 都是那个200年前的那个歌 所以你看 他其实是关于一个品位的歧视 还是代购变成另外一种 对吧 也是有品位的 大妈也有大妈的美学 他觉得这样美啊 红配绿 开心 开放 你还真是红配绿 你色盲啊 你我这分明是蓝色 对 色盲 大色的颜色 色弱 就是你看 现在咱们中国啊 也许是就是说 面积大 人口多 人的圈层也是最多的 对吧 都无所谓 有时候蛮好玩的 我讲一个例子 虽然很容易被人家误会 我说一定攻击前辈 这是想讲莫言先生 莫言大师 富有 什么讲啊 那句话我永远讲 富有诗书 气自华 对 谢谢 我知道他太懂我 我跟他交往20年 我讲前面两个字 他就像那个自动翻译的 给我明白我后面要讲什么 富有诗书 气自华 对吧 那还是了不起 实际上您刚才说这个就是 品味前面换一个字 配味 品味也是配味 它得协调 不协调的东西 确实很难产生品味 我们前面叫品味 刚才 教会说这么长一段 非常好 就是配味 就那天去的时候 莫言先生的衣服和他所有的形象 和他要去的场景不配味 所以你就会感觉没有品味 我可没这么说 你说 我来翻译了这个概念 他有人替你说出了 你没说出的话 没有 但是就是根据我 这个后来又移民到北京之后 我这八年来我的观察 我发现就是很多的专业人士 他们会普遍尤其是男士 他们普遍的认为 富有诗书的人 是不可以过度的装修装饰打扮 否则会觉得会损坏你的专业性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他是 我觉得这个事说的就复杂了 就是说你看你刚才讲这个莫言 我再给你讲一个人 就比如说这个北大教授 说季宪林 我们还有另一种美感 就是说在北大 说见到季宪林那学生不认识 以为是个孝公 老头 后来才知道是季宪林 永远就穿这个旧的这个中山装 跟个孝公一样看上去 但是中国古人有句话叫圣人不像 就是说衣观看人是大部分一般人的程度 但是那些真正的 你看我曾经有一个观感 有一个观感 我觉得就挺有意思 就是说穿的特别合适 就像你觉得特别配位 形象和衣着特别配位的 我在中国的这个演艺圈观察 往往是第二等的明星 你看他们的容貌身材都特别配位 但是你比如说中国最火的 你比如演小品赵本山 你看赵本山老爷子 他就已经到了一种穿什么 随意了 就他无所谓 你甚至比如说 说最有名的导演张艺谋 你看张艺谋穿什么 就是一个甚至可能是一个运动裤就来了 好像我就觉得到了莫言这种程度 我们认为他似乎他自由了 他到了另一个程度 就是我们还有那么样的一种 另一个世界 另一样的一种审美 就是他没有什么配不配了 那当然你这样说的 对你刚说 季献林也好 赵本山老爷子也好 江艺谋身份 我们知道某些人是什么人的话 就等于是说我们经常说 李嘉诚香港 经常宣耀 你看我的表 有三百块而已 什么时候 我们不会取笑任何品味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谁是谁 他的身份等等等等 他的好处在哪里 甚至我跟你觉得 像咱们中国古代讲这个寄宫和尚 寄巅 不过穿西装 他算有品味没品味 对 但是你们说这个来讲 就是咱们真的是这个 话题有时候就会越来越开 实际上 古代的时候就是有旺气一样的 就是这个人你怎么办 我说一个最简单 就像刚才这个嘉辉说这个 莫言先生这个状态 在汉末的时候有个故事 就是曹操 就是呢 魏王的形象呢 他认为他自己长得不够漂亮 所以呢 他有当时的这个蛮夷 到这个都城来见他 然后呢 他就换了个身份 他找了个非常漂亮 魁伟的人 穿着他的这个衣服 坐在中卫 然后他就拿了一把刀 就是我们叫 带了一把刀 站在旁边 像随从一样 然后呢 这个使节呢 参观完以后就走了 然后他就专门让人去问说 让他反映一下他的感官 这个人呢 就说了说 魏王一看 气宇宣昂 非同凡人也 但他身边的捉刀人更是豪杰 所以这个阿满很快就派人追上把他杀掉 曹操啊 曹操 实际上这就是气 就是你刚才说的另外一种了 就是有时候以貌取人 就是他的貌和他本身匹配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我们也会见到很多人他可能相貌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应该那个样子 但他的气势很好 但是呢 国外有很多这个电影拍的这些骗子呢 他为什么能骗到人 就是他把配位的假象做的特别好 就是又回到真假了 配位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他的虚假的状态 但是呢很多内核的东西是包不住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 这个魏王站在这个踏后面的时候 手按着这个刀的时候 所以这个故事呢就叫捉刀人 就捉刀的这个人是非同一般的 比前面这个人还厉害 但是那个呢要你有特殊的争辩 所以这个被杀掉的使节一定是很厉害的事